就开始录了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Fayona 今天这期视频 再给大家录一个劲棒的话题 叫做夫妻之间到底该不该AA制 该如何AA制 当然我这朋友叫Snow 大家都很熟悉了啊 他跟他老公呢 就是这种AA制的生活 我想请他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何跟另外一半 维持一种AA制的生活 还能让小日子过得特别 甜美和幸福 好呀 其实这个AA制的话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聊 而且它在国内 还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话题吧 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是比较反对AA制的 不论男生女生吧 都很多人会反对AA制 但是我是在结婚有两三年之后吧 三年之后吧 开始跟老公商量实行AA制 到今天的差不多 也有三年多了 整体上我觉得这样的日子 我们俩都会觉得比较舒心 比较舒服 所以就一直能坚持到现在 然后今天正好 肥文娜姐姐想问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进行AA制 怎么样进行生活的 所以今天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经验和想法吧 就是首先 它是有几个前提存在 才能有后续的这个AA制的 第一就是我们两个人都上班 所以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份工资的收入 第二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日子 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说了算 不需要双方的父母参与过多 基本上是没有参与 第三呢就是经过几年的磨合之后的 双方的这种生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啊 消费习惯啊等等彼此都是一个比较了解的一个状态 然后还有就是说AA制的前提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是比较相对严格的执行 但凡是夫妻共有财产 都是见面分一半 就是他的工资给你一半 你的工资给他一半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但是有可能有些人说 我的工资会比另一半高很多 那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办法 也是要酌情给一半出去的 或者是基本上一半吧 因为夫妻共有财产 其实它字面意思上理解 就是你的合法收入都是由你妻子的一半 或者由你老公的一半的 不论你愿不愿意给法律上都是这样规定的 以上这些是我开始实行AA制的一个前提条件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也是不建议所有人都去效仿的 因为有些人他不具备这样的基础条件 AA制的话是非常不现实的 另外其实我虽然自己在做AA制这件事情 可是我其实并不鼓励其他人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女性在整体的家庭生活中 她已经付出了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劳动价值还有包括身体价值 对吧 然后她又要在经济上与男性同样的在家庭上负担的话 其实我认为这是相对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又愿意这么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俩没有孩子 对第二就是我觉得我有挣钱的能力 不一定挣多挣少 但是我有挣钱的能力 所以这个钱给出去之后我也不难受 然后我反倒觉得挺高兴的 这个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愿意的 而且这件事情也是我主动提的 所以就是综合方面吧 就是所有这些都是我要做AA制的这个大前提和框架 所以跟大家说清楚 不希望有人误会 就是AA制的意思像刚才讲的 比如说我挣一千 我老公挣两千 不是说一件事情一定要 比如说值一千块钱 我就一定要出五百 他一定要出五百 他是这个所谓的AA制 他不是就是fifty fifty的概念 他是按照自己所有的收入加起来的一个相应的比例 去给家庭做贡献的 有可能是五五开 有可能是四六开 也有可能是三七开 二八开 他其实都是AA制的一种表现 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大概的范围 比如说家里面的共同开销 像网费啊 然后像车费啊 像电费 煤气费等等这些 都是要每个月放在一个家庭共同的一个账户上面 然后再去做支取 这些是单独寄到家庭的共有账上面 然后像各自的电话费啊 生活上一些开支啊等等 这个就是说各自寄各自的账户 然后每隔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 大家互相看对方的账户看一下今年的消费习惯啊 花费情况 就是收支余额啊等等 第三呢 就是说像逢年过节这种 因为是我们就是除家庭贡献之外 以及分给对方的钱之外 其他的收入都是在自己的手里面的 他不管我的钱 我也不拿他的卡 所以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钱的 所以就是像逢年过节的时候 请客呀 吃饭呀 买礼物啊这些 基本上就是他要说他请就他请 我要说我请就我请 这样一个轮流的一个 就是这样轮流来做庄吧 整体的话 有可能他六次 我四次 我六次 他四次 反正就是挺均衡的一个状态吧 对 大概我也听明白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冒犯 在我的理解当中 你们两个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在为对方这个付出也好 或者说在为对方分配也好 但是啊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孩子嘛 孩子我觉得在夫妻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就是问题吧 但是如果说一个夫妻他有了孩子之后 你就会考虑到啊 谁为孩子画的多一点 谁的父母可能还要就是有一些急乌扯 然后这种情况呢就会让这个关系变得非常的复杂 就不像你们现在可以就分的比较清楚 对 所以刚才你也说了嘛 A制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但是说如果说另外一半的经济实力跟自己的经济实力 大家可以做到A制 而且A制能让彼此的这个生活能够更良性的发展 我觉得A制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A制的话在我看来我比较喜欢它一点 就是会让账目非常清楚 然后让这个钱到底花在哪里了 也非常清楚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会说 我没有怎么花钱 我都花给你 花给孩子 或者花给家庭了 但实际上如果你真记账的话 就未见如此 而且很多夫妻在最后走不下去的时候 在金钱或者在财务这方面的账 是非常非常乱的 最后就要掰扯很久很久 那我从结婚之初也没有想过 要从对方的在物质上面得到过多少好处 我的诉求就是 我不希望因为结婚这件事情 影响到我自己的这个 金钱方面的这个状况受到影响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相对独立 但是我们又彼此会给对方有很多物质上面的支持 但是这个账是最起码 整体上是看的流向比较清楚的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的状态 这种状态吧 如果我是一个所谓的独立女性 我也不生孩子 我也有跟男性一样的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 我觉得我也可以做到 但是怕就怕的 哎呀我又要生孩子 又要打扫卫生 又要照顾父母 又要挣钱 这个时候呢压力就很大 对我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建议A一致的 或者是如果真的是A一致的话 我是建议出小头 对你看吧 因为我这种事情真的是关系比较简单 然后我有想到比较明白 我老公也很配合 然后我说话也比较好使 这一点最重要了 所以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 对于我们俩现在的生活状态 人际关系 整体环境都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一个状态吧 所以就是能还是能 想理的话还是能理得清的 像Fiona说的 如果是在国内生活 有各种的婆媳 然后国内的大环境 可能更复杂一些 国内大环境太复杂了 包括双方父母的建筑 夫妻之间工作工资上的不够平等 然后包括母亲整体上 对孩子的这种养育的 承担的这种情绪价值 还有精力付出 都是其实相对 如果说能换成金钱的话 其实这也是非常非常大体量的 一笔钱的 只不过这种价值 在家庭中的贡献 是不被市场经济所承论的 全世界都是如此 所以这就导致了 其实女生如果还要在经济上 在额外承担的话 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也会让女生更加劳心劳力 这个时候我不认为说 独立女性就一定要A制 一定要在家里面承担这样的药 我觉得这就是被独立女性 这个帽子给扣住了 独立女性不代表 一定要完全严格一一上的 撑起半变天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 你为家庭付出了多少 不是被你的老公 被你的公公婆婆 被你的父母 被市场输的那种一口价 就能完全买断的 你要自己非常清楚 你的价值在哪里 你在家里面 就反正是全职主妇 你在家里面每一天 都在为这个家 创造新的价值和贡献 一定要有底气 来去跟别人去抗争 去 argue这件事情 如果别人还说 在钱上面跟你比较计较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人就是不是很大毒 我调个皮啊 我觉得女孩子 就是所谓的你独立 或者说你有赚钱的能力 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用 但是你得有 就是说你哪怕 这两年在家生孩子了 没有去工作 但是你不能丢失 你的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 时时刻刻都要跟男人一样 去承担跟男性一半的责任 那我觉得对于女性 来说不太公平 对我觉得其实菲云娜 说到一个点 也是我想强调 女性既不要被传统文化 像之前那样裹住双脚 又不要被现在讲的 独立女性这种新的话语体系 来捆住自己的双手双脚 这简直就是从一个泥潭 跳到另一个泥潭 对对对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 就人能干嘛 你就能干嘛 对 人想追求什么 男人女人都可以追求什么 千万不要想 我是男的话就不要养家 我是女的就只能在家待着 只能干这样安稳的工作 比如说 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好男人 这个好男人呢 愿意养你 愿意去支撑你的 目前的生活及生活品质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 你不要在这种温水里煮太久 如果有一天这个男人不再愿意 就是养你了 你要随时拿起长毛 拿起剑 为自己去赚钱 去养自己 我知道很多女性都是比较温暖的家庭 然后有人养自己的家面 就是照顾照顾孩子啊 照顾照顾家庭 然后做做饭 弄弄花 但是我也必须想戳破它一点 就是当有一天 你需要去重新再回遇到正常的这种成人世界里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几年在家里面 其实是人会有种退行行为的 对对对 是的 对 这个像葡萄娜说的 我要能随时站起来再重新奋斗 其实有的时候 你的毛在哪里 你的钝在哪里 早没了 对 但是有的时候 它确实也有那种非常出色的家庭主妇 人家是怎么做的 就是我把孩子做好了 然后把孩子做好了 把饭做好了 把孩子也带好了 完了之后 我还有其余剩余的时间 那我去学习 我去学一门技术 或者说去看几本书 丰富自己的这个思想 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我觉得这都在成长 一个女性 她能保持不断的在成长 无论你是在做家庭主妇 还是在做职业女性 只要你自己是在不断成长的 那你基本不会跟这个社会脱节 对 但是不断成长 真的好难 像刚才菲尔娜说的那种 照顾好孩子 做好饭 家庭之后 还有时间自我成长的 我刚才补了一句 那是有钱人家的家庭主妇 那叫全职太太 就不是家庭主妇了 这不是对广大女性的要求 这简直就是把一种 对特定人的那种精英式的要求 放到了普遍的那种女性的身上 让大家的女性之间更卷 焦虑更大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提倡的 很多男性会说 为了挣钱 然后就让老婆自己一个人去提产检 等等这一些吧 我确实很难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难 但我这句话是针对那些 以此为借口 认为自己给到钱了 就是把一切给到位的这些人 我希望你们亲自问一下 这个孩子是两个人的 他不是一个人创造出来的 还是要在家庭情绪支持方面 多去想想 两个人在一起能互相扶持 和能互相之间提供什么东西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在没有孩子之前 是照顾彼此 在有了孩子之后 是在照顾彼此的同时 还要照顾自己的这个孩子 爱的结晶 爱的结晶 由A制今天又扯了这么多 其他婚姻中的话题 但是我觉得都其实跟A制 是绕不开的这种情况下 但是大家也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我在一开始说的前提 就是我的A制 是有很多前提和限制条件的 它不是一个字面意思 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也不用羡慕 因为每个人对我 他活的这种肆意的地方 和他的局限性 对的对的 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好了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呢 对大家有用 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下期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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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